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2月19日2024年 德黑狼亚洲四美田银锯标赛已经落下楼梦 今天给大家会计算的是男子跳舞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会计算的主角就是来自我国的张明昆 现代的张明昆年已才只有23岁 也是中文的年龄后手架 最终张明昆以7米97的成绩决杀夺决赛 三比赛张明昆的最大金融对手就是两名日本军手 而中国飞人石宇豪也有参加本次比赛 石宇豪自从2018年在前进钻石联赛受伤后 就开始慢慢淡出了人们的事业 石宇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回到了赛场 在寒州药运会上 石宇豪以8米10的成绩为中国队掌握了一枚图台 也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委员 相比之下张明昆的名气就没有石宇豪那么大了 不过本场比赛 石宇豪的状态似乎并不好 比赛的时候张明昆似乎有点满了 前两跳全部因为产生无成绩 而石宇豪在第一跳的时候就有得不错的表现 第一跳石宇豪跳出了7米48的成绩占据第一位 第二跳石宇豪也因为产生无成绩 不过其中一名日本选手在第一跳和第二跳 就跳出了7米67和7米76的成绩逆转当第一位 接下来张明昆终于找到了一点感觉 在第三跳的时候张明昆跳出了7米61的成绩 而石宇豪在第三跳的时候跳出了7米75的成绩 继续拱摸自己第二的位置 结果张明昆在第四跳的时候又因为产生无成绩 在第五跳的时候另外一名日本选手爆发 跳出了7米89的成绩 这也让中国队陷入到非常被动的背面 对手完成五跳后石宇豪以7米75只排在第三位 而张明昆只排在第四位 两名日本选手则排在前两位 结果随之张明昆在第五跳的时候终于爆满了 只见张明昆这一跳不管是冲刺还是踏板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一跳张明昆跳出了7米97的成绩逆转当第一位 虽然最后一跳再次财献了 但也不影响张明昆实现回忆战 最终张明昆以7米97的成绩逆转夺 两名日本选手分获23名 石宇豪最后只获得第四名 从第四到夺冠张明昆也上演了大逆转 而这枚宝贵的金牌也是张明昆职业生涯的 首枚国际赛场的金牌 这对于张明昆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青山不敢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